7月23日下午由徐征主演的都市情感喜剧《摩登年代》在北京某工作室拍摄电影《海报》 该片主演并九副盛名的表演指导张颂文及童星张子文一同参与《海报》的拍摄 整个拍摄过程充满搞笑、怪异的喜剧风格 让人对徐征这部继《人在窘途之太窘》创下12亿票房奇迹之后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 徐征坦言这一次抛弃御用荧幕搭档王宝强 转而和童星张子峰组成新搭档 为的是期待本片最终能够带给人们美好的东西 据悉徐征在片中饰演张子峰的老爸 他就对记者表示 剧中老爸的特别之处在于生活中当老爸的经验完全用不上 在戏里面是一个一开始不怎么爱理我 但是后来渐渐就是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情感 也变成了一个很不责任的一个爸爸 但是期待后来渐渐就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情感 也变成了一个很不责任的一个爸爸 但是期待的可以怎么演呢 工作特别的认真 我觉得他没长期的时候 跟生活当中做父亲的这个经验 其实完全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戏里面还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人物 其实我在戏里面是演一个骗子 我自己很崇拜大卫·科博菲尔 然后我要变一个大型的魔术 但是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变 就是想骗了钱就逃跑 可是呢这个 我被我的同伴给骗了 就是他跑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突然 我身边冒出来一个小孩 但是我要跟他一起 去把最后的这个魔术给变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在戏里面是演一个骗子 剧气电影《摩登年代》将于八月底上映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